魔旅俄罗斯 在这边看到了坦克的店 出来一个月了 在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 路上跑的时候都看到了不少坦克 这个车在国外还是挺受欢迎的 今天刚好碰上了 看一下咱们中国品牌的坦克 在这边卖的多少钱哈 坦克300 哇 这车好帅啊 这个车你们猜一下 在俄罗斯卖多少钱 看一下 462万 我刚算了一下 折合人民币的话 差不多40万 39万多 坦克500 看起来真霸气 这车在这边卖 600多万卢布 折合人民币的话 就是50多万 长城的欧拉好猫 国内十来万的车 到了俄罗斯 居然能卖30多万 还有这一款 这一款也很帅 这款在国内是20多万 到这边价格整整翻了一倍 50多万 50多万呀 在国外也算是很高端的车型了 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哦 很多国人喜欢买进口车 觉得进口车是高端品牌 但是国外人却喜欢买我们中国的车 觉得我们的车才是高端品牌 据我了解哦 俄罗斯 中国车的销量占了整个市场的50%以上 现在他们买车基本上首选就是我们的中国车 我最近在关注一款摩托车 长城灵魂 也是长城旗下的 前几天在北京的摩托会亮相了 它是全球首款八缸水平对质摩托车 我觉得这款摩托车就是冲着全达本田精益 脚踢哈雷戴维森去的 毕竟本田的精益也只有六缸 这款车听说很快就要上市了 等我这趟欧亚大陆回去 这个车肯定就上市了 到时候非得去试驾一下 就是不知道我这小短腿能不能驾驭 借着这款摩托车 我还想跟大家聊聊长城的魏宗啊 他真的是一个喜欢车 又懂车 然后又很有情怀的人 对于长城即将推出的灵魂摩托车 我也充满期待 我相信在魏总的领导下 这款摩托车可以跟坦克一样 展现出咱们国产品牌的强大 获得更多消费者的认可 也让这些外国人知道 中国制造真的很牛